女人学会在感情中做减法,会让男人离不开你 有人说爱要靠近,只有不爱才会远离 所以很多情侣的相处模式,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彼此要常见面,彼此要常发信息 可越是这样两个人越是贴得很紧 这段感情越是容易有距离 你们相处久了,尽管你总是频繁的联系他 无微不至的去关心他 但是他对你仍是忽冷忽热的态度 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怪他,不珍惜你给他的爱 也许是你不知道,在一段感情中不能一味付出 爱一个人最愚蠢的行为就是自我感动 想让你爱的男人离不开你 并不是只要对他好就可以 有时候比对他好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在感情中做减法 只有这样他才会把更多的心思花费在你身上 不要总是问他的行踪,要减少对他的关束 这样才会让他更爱你 男人的心理年龄比女人要偏小一些 有些女人总是把自己的另一半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关心他,实际上对他来说可能你是在管束他 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以他女朋友的名义,在行使他母亲的权利 他与朋友一起喝酒,回来晚了,你就和他大吵大闹,并约法三章,不允许他完规 他用自己的钱买了喜欢的物件,你就说他是乱花钱,并没收了他的小金库 男人不喜欢控制欲太强的女人,当他发现你总是管着他的时候 他不可能会想去靠近你,一定想要和你保持距离 若是你想让他离不开你,就不要总是管束他 你要学着减少对他的依赖 也许刚开始的时候粘在一起最好,但时间长了难免会厌烦 有很多女人把爱情视为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 并越来越依赖那个自己深爱的男人 哪怕只是遇到了一点小事,也会让你帮他解决 在短期之内,他会因为爱你,愿意为你排解忧难 但是长此以往,他就不会这么觉得 他会认为你什么都做不了,凡事都需要依靠别人 并觉得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 男人更喜欢的是独立的女人,有自己的思想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去求任何人帮助自己 而是独自想办法解决问题 这样的女人才更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欲 不要为了爱一个人弄丢了自己 也不要过分依赖自己的另一半 你越是不争,越是不需要她的帮助 她就越会想要去靠近你,她就越是不愿意离开你 即使是谈恋爱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所以要学会减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有这样的女人总是要去争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即使她有工作要忙,即使她有应酬必须去参加 她也不希望她去 只希望自己爱的人能够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这样的想法真的是对的吗 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不能把她捆绑在你的小世界里 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也有自己的任务要去完成 即使你想念她,即使你想要和她见面 也要学会留给她一些私人空间 减少两人在一起的时间 不仅是尊重她的体现 也会让她更爱你,更想见到你 爱一个人不能太主动,也不能把自己的诉求表现出来 放在心里就好,这样她才会主动来找你 她才会离不开你 想要得到爱,并不一定需要你为她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也不需要你一味的付出爱 而是需要你学会在感情里做减法 爱情也是需要技巧的 不要一味的觉得爱她,就要缠着她不放 这种爱的方式是错误的 正确的方式是即使两个人在一起 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减少对她的管束,减少对她的依赖 也减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这样做说不定,她会比之前更爱你 你早晚会明白,其实爱是在包容、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 也只有能够相互理解与包容,爱情才能走得更远